恒指近期突破28,000點大關 升穿過7年高位 不少將強積金投放在港股市場的打工仔 都期望會有不錯的回報 但事實又是這樣嗎? 有熟悉強積金的市場人士認為 能不能夠讚進牛市升浪 和選哪隻強積金有很大關係 我們見過港股基金同一期最好和最差的分別是以倍數計算的 如果是一些主動式的管理基金的話 就算買同一個市場表現之所以差別那麼大 其實都是好看基金經理的選股功力去到哪裏 所以其實近幾年就會興起了NPLU有些所謂指數最中基金 如果大家都買跟恒指買的話 其實理論上的分別不應該大 不過我們都見過大家都叫做恒指基金 其實都可以有一個挺顯著的差別 當中可能有幾個原因 一就是收費 二就是它是跟恒指 但它買貨的時間是可以不同的 就是它買完之後我等於恒指的成分比例 但它什麼時候買又是另一件事 看回投資基金工會的資料 強積金市場上面 投資香港股票的共有30隻 表現最好的基金 過去一年升近1.8% 但最差的基金只升了約8% 打工仔選錯強積金 回報可以相差很大 不過鍾建強提醒公款人 在挑選強積金的時候 不要只看短期回報 最少要看3至5年的回報作比較 才可以看到長遠實力所在 股市有週期 強積金起起跌跌難免 強積金成立以來 錄得過多次的負回報率 在02至03年 錄得負一成的回報 08至09年 赴回報更加達到25% 鍾建強認為 要捕捉牛市聲浪 除了要簡直表現優秀的基金之外 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適當地止賺也是可行的策略 尤其對年紀大的工款人就更加重要 最少將已經賺了那一部分 就將它屬回了 我們叫做鎖死的利潤 一種炒股票的屬意就是 我止賺了先 你賺了一筆 可以放進一些比較穩健的基金 甚至乎我的強積金力量 有些硬性保證 資本保證基金 我舉個例子 08年金融海舍的時候 翻查紀錄 08年年底 09年年頭 哇 全部報紙都罵到MPFD基金 很緊要 表現很差 跌很多很多 特別港股 但是 09年 其實就升了幾十個百分比 這個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投資的時間 會影響到 你的承受風險能力 和你現在的投資的決定 他又說 今次港股主要由資金市推動 如果資金流向改變 未來或者會出現波動 打工仔應該善用 強積金半自遊行 揀選一個囊括不同種類的強積金計劃 當投資市場風向轉變的時候 可以更有彈性保障自己的權益 如果你今天用強積金計劃 如果今天用強積金計劃 那個基金總類的提供是比較全面一點的 你其實是增加了自己的投資空間 如果我去旅行 酒店的床應該可以去到很大的大小 我轉身會扶很多 如果你的計劃只有五個基金 同一個計劃有十五個基金 你那個轉換的空間就會大 比如說 早前我在歐洲又做量寬了 我想轉歐洲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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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我看到他是負負負負負負負財